樂田神宮 這棵樹呢 它目前的樹名 就是有1000年以上 旁邊的店鋪 店門全部都關起來 聽說大徐觀映裡面 衝到胸牽的機率是 非常的高啊 大家好我是馬之一 那今天我來到鳴谷屋 第一天第一站行程呢 就是我背後這個樂田神宮 這個樂田神宮 其實就位於鳴谷屋的市中心 坐地鐵到神宮站前 步行五分鐘就可以抵達 而這個神宮目前裡面 供奉的就是 熱田大神 每年約有700多萬的遊客 到這邊參拜 這個樂田神宮境內 也有樹林超過1000年以上的大張樹 還有舉樹跟銀杏樹 所以它也作為整個城市當中 裡面的一個綠洲 廣受歡迎 其實剛從參拜的路口 走到它這個本店的圖中呢 旁邊就有非常多這些 畫畫綠綠的植物 還有草跟樹 而且你會經過非常多的鳥居 像後面這邊就有一個很漂亮的鳥居 所以整體感覺好像 這個神宮裡面 它不像在一個城市當中 好像是要坐車到山上很遠的地方 但它真的就離這個米谷屋市中心非常的近 在日本有三大神器 分別是八尺窮垢玉 八尺錦跟天叢雲劍 這天叢雲劍又有另外一個別名叫做草制劍 這三個神器呢 是過往日本神話天召大神那邊得來 之後經過千年歷代的天皇傳承 在日本新天皇要繼位的時候呢 這個皇太子他就必須要接受一個 建席繼承儀式 才能代表正統的皇室象徵 而至今這三種神器呢 也分別放在日本不同的地方 而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天叢雲劍草制劍 它就放在目前我把這一道的這個樂田神宮裡面 說到這個樂田神宮過去的歷史呢 其實在1900年前 它也是由日本的皇室家族所建造的 所以這個神宮跟皇室這個歷史淵源非常的久遠 在這個境內裡面 還有收藏非常多的國寶 跟神道教有關的博物館 所以來這邊不只參拜呢 如果對這些古文物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稍微去走走看看 在我背後這個就是樂田神宮的大拿 它過去呢就是由這個紅髮大師他所種植的 這棵樹呢它目前的樹名就是有1000年以上 已經完全變成一個神木了 而且它那個樹前呢還有一個賽前項 大家來這邊都會偷個五塊 然後順便參拜一下 前面這邊就是賣御守的 它種類非常多 然後一個是1000塊左右 有工作的啊 安產的啊 還有防塞的啊 還有保育身體健康的 在我後面這個就是樂田神宮裡面的信長田 這個信長田呢 就是我們大家熟知的枝田信長 它所建造的 在過去1560年 這個枝田信長為了要打贏統俠建之戰 它就來到這個樂田神宮這邊祈求 它戰爭能夠順利的成功 之後果然就大敗金川藝人了 於是它就回到這個樂田神宮呢 作為一個藝林 建造了這個築地田 樂田神宮總共有東西南三個門 東門那邊是正門 然後一路往北呢 就可以到本店了 在東門到本店之中呢 他們總共會經過三個鳥居 所以這個樂田神宮真的 整個裡面很大 而且它還有一堆小社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來這邊 你還要逛一些鍋包館啊 或者是每一個地方 你都要細細品嘗的話 可能要花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這裡就是樂田神宮它的正門 大家可以看到哇 這個鳥居也是非常的大 而且這裡還有非常多的一些小社 像我右手邊那邊就有一個 喪之我麻神社 所以來這邊不只可以到本店參拜之外呢 其他旁邊還有非常多一些歷史可以探索一下 這商店其實應該蓋很久了 起碼應該有五十個六十個樓 旁邊的店鋪 點門全部都關起來 這裡還有幾間店有賣那些古書 然後我看其他都是賣一些吃的啊 還有麵包店啊 跟咖啡 應該是大家來樂田神宮這邊參拜呢 然後旁邊順便買買東西 很多店都還帶租 我覺得應該是這裡沒有像以前熱鬧啊 因為剛剛有看到有一些還殘存在這裡的店 他們有說好像下一個月就要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我想那個地方應該是人潮比較多一點 那馬志祺現在來到大區觀音這裡 這個大區觀音呢 其實有鄰近的旁邊的大區商店街 他也是大區這邊非常代表的一個著名地標啊 他原本呢 是建在祺福縣的魚鳥 他原本是建在祺福縣的魚鳥寺喔 是經過江戶時代 這個川家和他下令把他遷移致死 之後呢 這邊就深受當地人的信仰跟愛答 這個大區觀音也和東京的淺草觀音 還有三重的金觀音 被列為日本三大觀音之一 在這個境內也有非常多日本的國寶 還有重要文化財啊 所以大家來到大區這裡呢 去逛逛那個商店街 一定要順便進來稍微參拜走走看看 那我現在要抽籤了 這邊要投兩百塊 裡面抽一個錢 那我現在就打開這個籤了 是什麼呢 終極 是一個終極籤 我上次好像也是抽到極還是終極 那這個籤呢 大家來到大區觀音呢 也可以稍微挑戰一下 因為聽說大區觀音裡面 衝到胸籤的機率是 非常的高啊 所以我剛在抽的時候 他有點緊張 那為什麼這裡的胸籤的機率非常的高呢 因為據說是這邊的寺廟 他們希望就是一般人在抽籤的時候 譬如說像我抽到中極嘛 或是極或是大極 這個人的心態他會覺得說 啊好像我被神明保佑 然後自己就沒有繼續的在生活上努力這樣子 所以這邊胸籤特別多的原因是 他希望可以透過讓人抽到胸籤之後呢 慢慢的去就是反思自己的生活哪裡不夠 然後繼續這樣子努力加油下去 那參拜完之後呢 我們就走下來看一下後面的本店 這個本店非常的顯眼 因為他整個外觀是用明亮的珠紅色所漆成的 其實這個本店呢 在過去因為戰爭還有很多次大火的關係呢 不斷的被燒毀 現在我們看到的外觀是重建過後的樣貌 而在這個大區觀音 他們每個月的18號跟28號 在當地也會舉辦一些古董試劫 所以如果你來到明谷大區這個地方 你又剛好喜歡逛一些跳蚤市場的話呢 這個日期你可以稍微確認一下 然後來這邊稍微挖挖堡 這麼多的鴿子其實你看久了也會 有種那種密集恐懼症 因為他們為了要吃那個飼料 真的是全部都集中在一個地方 結果我們來到明谷 還吃這種大阪當地的料理 這間就是全部都賣大阪料理 它最主要是炸餐 因為呢我們這次來到明谷旅行 有使用那個日本的全國旅行補助 那他住房他一天一個人 他就會送3000塊的點數 他並不是說每間店都可以使用 剛好這間店呢他可以用這個點數 所以我們就想說那 就把它用掉吧 因為他有限時間 他每個限制的那個規範都不太一樣 而且這間可以代購耶 他很好 他讓我們做室外的座位 剛剛還特別開這個暖氣 然後把那個旁邊全部拉起來 炸串來了 我們點的是八個套餐 然後剛剛店員呢 還一一跟我們解釋說 這個裡面是包什麼東西 因為他炸串真的從外板 這樣子炸完之後 你看不出來那個裡面是什麼 然後就不要太合理了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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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你 謝謝imet 好嗎 謝謝你 謝謝你 感谢观看